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座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词人喆 吧 通常 明治疗 本人的所有物品 主要是你 看哪里 有领事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右手 就是压着大腿的动轮 就是那种动力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就是三股金刚数仪 压着作笔以后的话 从右笔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 就是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这个左手就是做金刚才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住右笔 从左笔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才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笔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视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生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祖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能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来获得这种降者 音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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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 在这个上面 虚空当中 就大概一尺高的地方 应该这个 前半这个莲花上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 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 就是观像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 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 就是 就是释放诸佛菩萨的 智慧重体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 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性呢 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 像上师你一样 就一定要 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 就是 就是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亿遍 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 前面就是观像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在他面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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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世间的福德智慧的这种贫困 如果自己有真实的信心 应该在行为上也很精进的话 即使大的障碍也是不能摧毁我们的意思 因为大家已经应该清楚 首先是心理的这种移植 心理的坚强 这是每一位修行人来讲是不可缺少的 在内心当中如果缺乱 就闻思修行也好 学习佛法什么事情都 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是能成办呢 自己对自己有一种蔑视感 自己就认为自己对什么事情都 就无有信心 无有能力 那这样的话呢 他在实际行动当中 精进也会舍弃的 心里的力量没有的话 那实际行动的行为的精进也怎么会有 就是绝对没有 如果心和行为的一切经济性已经没有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 就怎么能遣除这个贫乏 也就是说呢 就是从那个福德的这种贫乏当中 怎么会得到解脱 这个解释方式有几种不同 就是意思 有些呢就是说 就是怎么会是能灭除我们积累资粮和 积累资粮方面的这种欠缺 就是必须要遣除就遣除什么呢 就是我们相续当中 本来这个缺乏这些精进 缺乏这些力量和智慧福德 但是呢 如果我们连精进行都没有的话呢 那么就是这些遣除呢 就是非常有困难的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真的有 就是自己呢 对这个修行佛法方面 就是有非常大的信心 勇气 这样的话 那这个实际行动当中呢 也会精进地行持 他不会呢就是非常懈怠 难散 一定会精进努力 如果精进努力的话呢 那么具有精进努力的人呢 即使一些大的这种 世界当中的魔王薄熏为主的一切烦恼 一切障碍呢 就是也根本就是不能摧毁他的 如果大的这个魔障不能摧毁他呢 那这个微小的这些烦恼不患呢 怎么会是能毁毁他呢 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大家呢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呢 就是也应该值得这个精进 如果非常精进的话呢 那么我们应该说 在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个病魔啊 违缘啊 这些都是真的就是不能这个摧毁的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体会也能感觉得到啊 如果人是比较这个精进 就是在世间当中也是比较厉害的话呢 无论是他去遇到这个世间当中的 什么样的这个人和非人的障碍啊 就不能这个毁坏的 但人很脆弱的话呢 那么我昨天天做这样的一样子 就是你路上堵车啊 或者是路上那个下雨就是录一点花啊 下大雪啊或者说是天气比较热啊 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违缘也是 你的修行呢就是全部就是毁于一旦 你不想返了我 那么我可以点一下 我那想听一下 你好 您好 我先叫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所以说我们心里的这种作用相当的大 因此大家一定要知道 作为修行大乘佛法的人 应该是坚定不移的这种分法努力 努力什么呢 就是要迷出自消息当中的一切的 这种无量无边的罪过 无量无边的罪过 无事以来都是一直损害我们 那么现在呢 我们如果不仅仅 以后有没有这种机会 有没有这样的力量 也非常难说 所以说 现在一定要仅仅的灭除一切烦恼 那么灭除一切烦恼的话 也需要仅仅 就像《华严经》里面就是说说那样 若以求灭除无量诸过患 那么应当一切是勇猛大精进 就是佛陀也在《华严经》当中 给我们讲的非常殊胜的一种方法 意思就是说呢 就我们一定要 就是要想这个 预求灭除一切无量无边的过患的话呢 那一定要在一切是分当中啊 就勇猛大精进 一切是分当中 并不是说是一天两天让你这个精进 也并不是说呢 就是一个月两个月 一年当中两年当中 就是让你这个精进啊 不是这个意思 在一切是来自这个成佛之间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精进心呢 永远也是不能就是退下去 这就是 就是即使说这个三地菩萨的话呢 就是对闻思修义 就是如何如何的精进 有关这方面的教言呢 在相关专门当中也是有这个 就是明确的这个寿命 所以说我们这个凡夫人呢 前往都不能就是有一种这个满足感啊 啊我在那个上师面前 已经听到了什么什么法 我现在不用闻思 我现在只要家里看看书就可以啊 那这种说法是一种这个违缘啊 就是一种违缘 因此呢 就是一定要这个勇猛大精进 就勇猛大精进 呃 这是我们的这个菩萨的唯一的这种这个行为 就是大家啊 这个精进的这个行呢 就是以前往前往都是不能就是退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尽进所有的这些烦恼磨障啊 就是是吹佛我们吹坏我们的话呢 那么我们在这个诸佛菩萨和三界 诸佛菩萨和上师面前呢 已经这个发愿 我要这个超越这个三界 度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 像成为这个释迦牟尼佛那样的这种大尊者 那我在这样的这个承诺呢 拿到这个世纪当中的这个行持呢 就完全不相为嘛 就完全是这个相为的 为什么呢 我们即使一些小小的这个烦恼这个敌军呢 也不能就是吹佛他们 也不能呢就是胜过他们的话呢 那么我们在这个三界轮回众生面前也好 诸佛菩萨面前呢 所以如实的这个承诺呢 难道不是这个就是一种这个自相矛盾啊 就是难道不是一种自相矛盾吗 应该就是自己也观察自己的时候 应该知道的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开始呢 大家都是应该就是不要这个放松呢 amigos 由于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下面就是说 对着自信的自信 就是对着自信自信 那么我呢 应该对着一切烦恼 而这些烦恼呢 就是不要就是胜过我了 你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那个 释迦牟尼佛 这个 就是释迦牟尼佛 就是终生道士 就是他的这个弟子 就是他的弟子 所以呢 自己应该有这个坚持这样的这种自信 信念 我们大家也知道 就是首先要静静的时候呢 就我们要对着这些烦恼 要胜过这些烦恼 相续当中呢 就是众生就是因为众生的心结不相同 在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 有不同的这个八万四千这个烦恼 大慈大悲的佛陀呢 就是给我们宣讲了 就是八万四千法门 就是对着这个 贪心的就是烦恼呢 就是宣缩了 这个二万一千的这种 这个绿藏 然后对着诚心的这种 这个烦恼 就宣缩了二万一千的这种 这个经藏 然后对着自信的这个烦恼呢 就是宣缩了 就是二万一千的论藏 对着所有的这种烦恼呢 也给我们宣说了 就是二万一千的这种这个秘法 就是秘法 所以全部加起来呢 就是中共有八万四千法门 那么这些八万四千法门呢 通过不同的这个方式来 就是对着我们这个相续当中的 所有的这种这个烦恼 就烦恼 所以呢 我们现在 这个仅仅的这个修学 这样的大乘佛法的话呢 一定会是有机会 胜过就是所有的这个烦恼障碍 就烦恼障碍 所以说呢 我们按照 诸高僧大德和传承上师的要求和他们的一些这个窍诀啊 就是一定要尽心尽力地对着自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 因此呢 就我们要这个平时就祈祷这个上师三宝 同时呢 就自己在这个有些这个勇勇的教言 就是对着贪心 对着诚心方面的这些教言呢 自己也是时时都是这个忆念 时时都是观想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们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宣承弟子啊 就是佛弟子 那么佛多次怎么样呢 大家都知道就是整个三千大千世间当中的话呢 就是胜过一切这个烦恼而获得这个成就的 就像是我们耶稣群里面呢 就是这个狮子一样的 那么狮子呢 就是整个这个圣服一切所有的这些这个耶稣啊 就是所有这个耶稣群体 那么我们自相续当中呢 就经常都是这样观想 就是我是这个诸佛菩萨的这种传承弟子 如果我没有这个经济啊 没有对治烦恼的话呢 那就是非常不相诚啊 我这个父亲的这种传承呢 就是如何若 就像我们世间当中呢 是一个父亲是非常英雄的话呢 那么就是自己就变成特别的这种脆弱啊 那这样这个世间的这个历史当中呢 就是也是非常不庄严的 所以我们自己呢 应该就是再三地反复地观察自己 也就是去社会吧 也是非常不像是这么的 其实我们不知道 就是我们在那里面 哪里了 就是我们在哪里 就是我们在那中心之后 就是我们在那里面 还能冠冻的人 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传承的 可能就是我们 杀了 的人 又有什么 已经落下了 的 我们 就是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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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的 因为以世间的傲慢 让我们众生会堕落的 而这种傲慢 并不是我们这里所讲的自信 就是殊胜的慢 生慢 不是自信的慢 那么自信的慢 根本不会随着烦恼而转的 它能制止世间的一切烦恼慢 有这么大的差别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地用上 就是自己的这种佛法的教言 这样呢 怎么说 我们的行为完全都改变了 这样以后呢 很多违缘也是有极可承 所以我们现在呢 大家也应该尽量地摧毁 自相续当中的这种傲慢 《大圆满前行》里面呢 也讲了很多的这种 在讲这个气质功德的时候呢 通过我们这个顶礼啊 就是来这个对治烦恼啊 就是也讲的就是比较这个清楚的 《六周坛经》里面呢 也就是讲了就是所谓的这个顶礼呢 就是本来都是摧毁这种傲慢的这种窗啊 就是应该就是有很大的这种功德 所以平时呢 大家都是要这个礼服啊 就是这个顶礼 就是早上起来晚上 始终都是要这个顶礼 也许你就变成一个大大这个上师啊 或者是大法师的时候呢 始终自己就是顶礼 顶礼的话呢 那么就是自相续的这个傲慢呢 就是比较这个少了 好真的 好是 有一定的 对 就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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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又讲到七种麻烂 所以自己有一种叫 人类自己是相当了不起的 这样的心态 那这样的心态 首先是堕入恶趣当中去的 很多这种流根本烦恼 当然就是直接堕入恶趣的 所以这样的这种堕入恶趣完了以后 你很有可能就是得这个人神 得人神的时候以前的这个 遗述过的这种果报啊 就是果报呢 还不断地受各种各样的痛苦 在人间的话呢 就是失去了这种欢愉 就是失去了这种欢颜 然后呢就经常成为这个别人的仆人 他使用的也是别人的一些这个身份 而且呢 就这种人是非常的这个愚笨出入啊 体力也不具足啊 处处都是遇到了别人的这种情惠 就是别人的这种蔑视等等 所以我们善在世间当中呢 人与人之间应该说是比较平淡的 但是呢 就是不平淡的现象呢 就是很多很多的存在 有些人呢 从小都是受到别人的赞叹啊 恭敬啊 做什么事情呢 也能干 有智慧 体力 智力 什么样 就是都是这个样样极全的 而有些人呢 什么都不行就是 就是自己说呢 自己也认为是 啊 跟盲友没有什么差别 我这样的这个生活呢 造一点完结也是可以的 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点这个信心都没有的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前世呢 就是傲慢 那么即生当中的话呢 就是就受到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痛苦啊 就是坎布坎河的有些讲义里面的也讲了 就是我们有些人呢 就是现在这个愚笨的就是像这个猪一样的 然后这个相貌出落的像那个青蛙一样 还有就受到别人的气势呢 就是像老狗一样 谁都 因为老狗的话呢 就是谁都就是看不惯他 就是恨他 就讲了这个三种比喻啊 就是讲的这个三种比喻 所以我们就自己也是 即生当中呢就是尽量的不要造恶业 否则的话呢真的会是这个受到这样的这种气势 因此我们以后呢自己不管是这个有什么样的这种力量 有一些这个地位啊 有一些这个势力的时候呢 千万都是要这个注意 如果下面的很多人呢就是帮你做事情的话呢 当然有时候也是很好的 如果为众生做事情是很好的 如果不是为众生自己相续当中有傲慢心啊 这些人应该给我做事情 全给所有的人面前下命令这样做的话呢 那么我们这个来世变成什么样也很难说的 大家呢也应该观察自己 自己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学问也好 这个很多的这种超胜的这些功德的话呢 真正跟这个世间上的其他的人的这个学问啊 智慧啊以及其他的功德相比较起来的话呢 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因此呢在这个一些小的范围当中的这种这个超胜呢 就是没有什么可制的这个有这种这个傲慢就是 不应该这样的 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到时候呢就是也极为痛苦的 这个可以 böyle去了 你也要什么呢 那个方官把这个要求养成很高的 那综յ真 这个预算是很高的 谢谢你们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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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